在互联网短暂的记忆里 2020年2月29日 注定长存于许多人心中 部分肖战粉丝因不满 举报了一篇肖战和王英博的同人文章 2月29日晚 国外同人网站L3陨落 同人圈一夜之间粮仓被烧 人人自为 众人揭竿而起 不断将此次事件送上热搜 这不再是一场简单的 同人圈和肖战粉的互私 而是同人爱好者 对于他们精神家园的捍卫 确实是有点担心被那个举报签 有人跟我说 可能要把他号封掉 也有人提醒过我说 让我小心一点 可能会被人 我家就号召闭卖了 然后也不敢说了 那这场就是感觉 很有危机感 就好像是同人内心里面 做了一个小小的港湾 可以躲进去 然后在里面创造自己的故事 给了我们第一 另外一种世界的一个可能性 给我们自己来创造这个世界的自由 它就是我爱好的一个延续 说实话 我工作都是靠同人创作来支持的 就是一个很理想的世界 很乌托邦的一个世界 就是你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有的 但是你会向往它 同人是建立在已有文化文本之上的二次创作 你可能没看过《大神归来》和《神探夏洛克》 但不可能没读过《桃园三结义》 天马行空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这个世界里 钢铁侠可以起死回生 福地摩和林黛玉也会相爱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原著摩道祖师的书的粉丝 然后当时我对电视剧 它那样大力宣传 就是很不服气 然后我就去看了 然后看了就真香了 就是单纯的CP粉 看的最多的也就是伯君一笑 第一眼看到魏无限的时候 就觉得最喜欢的原单人物之一 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燃烧的绝美的那种 很七艳的那种感觉 是可以作为一种符号存在的 可能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框定 就觉得要搞艺术 就应该爱憎分明一点 要不然就好像没有办法创造出很能抓人眼球的东西 我一直画画 就是反正从我记事起 我基本上就在把那种二次元同仁 就画在什么书上 课桌上 然后有时候毛钱一张拍给同学 基本上就是国内电视上播过的动画 我全都画过 电视上播的有一些剧情 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 或者觉得有什么可以延伸的地方 然后就会脑补满 脑补就是我来编这个东西的话 像我最早最早开始写同仁作品的话 是在13岁的时候吧 快乐星猫就是我的童年番 但是因为它更新实在太慢了 就等不到 然后当时我就是贴吧里面读到了这个同仁 极大的弥补了我对这个原作 还不更新的这个恨意 我记得我写的最长的那个快暴系 在同仁作品那个就整整写了十万字 我写了好久好久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的热情 虽然当时文笔文笔没有 剧情剧情没有 但是我就是很满足于写这个的过程 后来球球为哈利波特写了几万字的英文同仁 还成为了AO3的中文志愿者 帮助中文访问者更好地使用这个英文平台 提提画工和名气的积累 让他在大学期间就接到了很多画稿邀约 最多的一次两个月赚了三万多 万将自己的同仁画作积累起来 变成了职业的敲门砖 现在是一位游戏原画设计师 同仁不仅仅是一个爱好 更是他们的桃花源 商业创作方面 我基本上得不到精神的满足 还会对这个职业产生厌烦感 但是同仁创作可以把我拉回来一点 让我回想起对于这个活动的喜爱 就是你进去以后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状态 像是你参与到那个主角的身上 去经历了主角所经历的事情 就是带给你心里的满足感 怎么说就是带来快乐 我大概两三岁即逝的时候 当时家里就一直在吵架 就是各种吵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吵架 完全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流 我初中那会儿就是感觉的特别难受 就是非常压抑 就是感觉 无处安放的那种经历世界的感觉 就让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当时就是真的就是那种想过一老百两 那种我的手就会想 我要等这个故事然后说 然后就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就 度过了那段时间 当我在工作的时候 然后在家里面也会有人就是会 会有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我把我把我自己房间的门一关 把握的一打开 我的心里就只剩下他们和他们的故事 心里面会出现一股热流 就好像是同时在内心里面 做了一个小小的港湾 你可以在不想面对外面那些世界的时候 你可以躲进去 在里面创造自己的故事 你在费尽千辛万苦之后 你做成了某件事情 你总是会很快乐的嘛 还有就是我竟然创作出了这么棒的东西 就是这个竟然都被我圆回来了 就我经常就处在这种震惊当中 忽然有一天 有人想太太的时候 我的男友倒是特别惊喜 然后就是因为一阵子里面 太太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才能被称为太太一张 你现实里面画一张画 基本上意味着 被地点噴或者被假装去噴的那种 我们在现实当中 其实是很少有机会能听别人夸我们的 同仁作为亚文化社群 一直以来都生存在主流事业之外 此次被举报影响的国外网站AO3 就是他们的一片天地 2019年 AO3作品库还获得了余果奖 上一次公众如此关注余果奖 还是因为刘慈欣的三体 在这件事情出之前 就很多人他们对AO3的了解 都特别的狭隘 我们国内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Loft这个平台上进行的 然后很多人就是吃这件事情的瓜 然后突然发现什么 AO3原来就是那个Loft里面 太太给我们放的外列网站 他们不知道AO3有官博 也不知道AO3其实是有中文的志愿者的 然后我们这个组织是没有任何盈利的 就哪怕是创立这个网站的这个创始人本人 他也没有过获得过任何盈利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志愿者 都是凭自己的就是这个爱来为爱发电 所有人都会出现而同的以为 这个所有同仁的写作是为了钱的时候 你会告诉他 真的有这样一个机构和这样一群人 他们不是为了钱结果 是全面资本主义 一个历史环境下仍然有一些 就反资本主义 这样的 这是很很可贵的 就是从而叫他的作为一个 另类的文化社群 它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小空间 而且是他提供了一些精神抚慰 而且是一个是一个安全的共享空间 你心里的幻想是可以说出来的 所以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社群是很多的 如今 AO三车所象征着爱和自由的诺亚方舟 在此次事件中沉沦 Loveter 微博 B站等平台 给同仁创作留下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不少同仁爱好者因为恐惧删除作品 注销账号 同仁世界因为带有偏见的曝光 进一步沉入地下 同仁文化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出圈了 就是这几年每年都会有一些事情 让把它推出来 这件事情里像 学术圈都包括一些 其实真正在做这方面的人 已经很努力地在帮助 就是解释 就是让这个事情不那么不愧文明化 但也没有办法 但是也有被打击 打击不了的 你想讲故事 想听故事 这个是 别人都有一个需求 你不是说 你真正你去压抑它 它就会 就会昭示不见的 对暗号 手抄本 摩斯马 火星文 同仁创作还在继续 同仁不会温和地走进那片两夜 它本来应该是一个 可以见得了光的东西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就不要再这样了 把我们赶到角落里面去了 他就跟你周期性地需要吃饭了或者是需要去睡觉 养着水一种就生活的一部分 我可以有自己怎么样 就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这个自由 比在我自己手里 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是不可能去山的 我写过什么 我不会否认 正好不见就不见好了 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会一直写下去 就是创作不死 那时候喜欢看霍美特人的那个 同仁是时候会有一个 A you Everybody is alive 同仁都活着 这就是一个造梦嘛 最终那种梦想什么的 同仁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在这个世界里 每一个你珍惜的故事都能有个好结局 每一个你爱的人或角色 都能有最精彩丰富的一生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